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Micro Influencer 我上一天的大多数网红是介于微小网红之间的群网红 比如拥有100万粉丝的还不算Mega网红 算是小网红呢 这里所指的Mega指的是 Geoffrey Star, Tim Kardashian, Kylie Jenner等等我们请不起的人 所以我们暂时忽略这一部分群体 我们可以利用一些我们能够说服的请得起的小网红资源 如果你想知道如何筛选有价值的网红 根据数量来判断价值等等 请你阅读如何分辨有价值的网红干货 那我们怎么说服这些人呢 如果和他们他们谈判 要说什么 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第一 观察一段时间 与网红互动无论在YouTube还是IG 你可以注册一个账号 可以与我给你的那些leads里面的人互动 你可以点赞或者留言 留言最好是personal 先和他们沟通一段时间 让他们注意到你的存在 一二 开始通过邮件的形式沟通第一封邮件 可以简单的自我介绍 尽量吹捧网红 50%的内容就是敬佩和夸赞为主 并且你一定举例说明 比如说你看了他的某一个关于某个产品的视频 你非常喜欢这个视频等等 你要表达 你是真心想和这个网红合作 表示你是很在乎他他的 让网红觉得他是很特殊 发了邮件之后你再等等二至三天 如果还是没有回复 你可以发给他下一封邮件 如果还是没有回复你 你就可以放弃这个人 不要在他身上浪费你的时间 if他他回复你了 一般情况下 分这样两种一 类似这样的邮件就是 安全把主动权交给你了 就是你要告诉网红你是怎么和他他合作 这种网红你一定好好珍惜 因为他他有想和你合作的意向 你可以回复他短期的合作方式和长期的合作方式 短期的合作方式基本上giveaway或者提供打折扣给他他的粉丝 长期的合作方式网红可以帮你做一个介绍产品的 类似于touchroll这种视频 然后把你的产品链接放在视频里也好 放在视频下面也好 你是根据这个特殊链接的转化量给他一定的用金 如果你是卖的20美金以下的产品网红也基本不会考虑这种合作方式 觉得纯粹浪费自己的时间 如果你的产品课单价比较高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说服网红完全ok的 你再试探这个网红 大多数情况下只要你的giveaway数量达到这个网红想要的数量 基本上这个网红的合作基本落实了 I will charge什么什么money for collaboration If you agree on this please send your products某某地址等等 直接开门见山的这种类型 你遇到这种网红的时候不要立马不理他他 其实网红在试探你 网红其实有一项合作 但是希望捞更多的钱 你只需要发一封这样的邮件 lower their expectation 降低他们的心理需求 你已经发出了明确的信号 你必须降低你的 expectation 你先回复这么一封邮件 你再等等他的回复网红的回复 如果网红提出一个价格 比如300美金我以前的合作的一个网红200万粉丝的 50美金你可以根据网红的粉丝数量 提供三分之一的价格 并且你可以提供5至10个免费产品 他他可以做digalway 你下面这封邮件千万不要给他们谈判的余地 你可以坚持你出的价格 你可以提高digalway产品的数量 其实这些邮件你可以多发几十个网红 通过mailtrend第一封信一个个发出去 再到第二封第三封的时候 你可以根据他们的粉丝数量 再分类几个不同的组再发出去 完全可以的 如果你还不知道 用mailtrend群发邮件 你可以阅读我的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内容写得非常详细 对你肯定有帮助的mailtrend帮你获取review图解 虽然这篇文章的重点是review 但是这篇文章的技巧 可以同样应用在群发邮件给网红 大家去看看 这篇文章的确讯 第一封 都有 都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